第1641章 危机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接下来的一整夜时间里 燕归来也顾不得丢人 哦不对 是顾不得丢蛇了 不断地练习着移动能力 看着大蟒蛇 一会把自己继成蝴蝶结 一会继成八字结 九个小娇娘简直乐得前仰后合 开心得不得了 苦练之下 一直到第二天黎明 燕归来才终于学会了 驾驭蟒蛇之躯 笨拙地在洞窟中蜿蜒前行 虽然速度很慢 但总算能行走了 新满一族之下 第二天一早 燕归来终于可以和几个小娇娘一起寻山了 一直转到太阳升起半天高 这才新满一族地赶回老巢 倒头大睡了起来 就在大蟒蛇陷入沉睡的同时 另一边破庙之内 燕归来的慢慢睁开了双眼 朝左右看去 雅芙和雅兴已经不见了踪影 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揉了揉眼睛 燕归来坐起身来 大声喊了两句 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无奈地摇了摇头 燕归来起身 去破庙外的水池里竖洗了起来 刚刚竖洗结束 燕归和雅兴便一脸兴奋地 从不远处的转角处走了过来 快步走到燕归来面前 雅芙道 你醒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叶灵大贤者将在三日之后 来我们平民窟 为青木学府招收新成员 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谁来谁不来 这个我不关心 我只想知道 有什么吃的吗 吃的 面对燕归来的询问 雅芙和雅兴不由地哭起了小脸 虽然 作为流浪 乞讨才是最主要的谋生方式 可是一直以来 两个小姐妹脸都比较嫩 乞讨的是 从来没有亲自去 当然 她们倒也不是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坐享其成 事实上 过去几年时间里 两姐妹都负责去树林里挖野菜 采蘑菇 摘野果 并且负责把乞讨回来的食物 熬制成可口的饭菜 让大家一起吃个饱 看着两个女孩的表情 燕归来知道 这两个丫头 显然并没有什么可吃的 无奈地摇了摇头 燕归来正打算说话时 却猛地皱起了眉头 侧过耳朵 燕归来仔细倾听之下 远远的 一阵细微的声响 传入了她的耳朵 虽然燕归来 自己也不明白 为什么隔着这么远 她便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但是毫无疑问 她确实听到了 燕归来压低声音道 不好了 你们那个宝哥 正带着寻哨 朝这边赶来 说是要抓我们 什么 宝哥他 听到燕归来的话 雅夫和雅兴 顿时吓得脸色煞白 燕归来平静道 别害怕 你们跟我来 别跑 就慢慢走 自然点 虽然不知道燕归来 要做什么 怎么做 但是雅夫和雅兴 现在已经是六神无主了 只能跟着燕归来 缓缓进入了小树林中 走不多远 不远处的破庙中 便传来了一道惊呼声 被窝还是热的 他们没有走远快 一队去周围的民居中探查一下 二队去小树林里搜查 快 听到这道声音 雅夫和雅兴惊恐之下 便打算发足狂奔 不过不等他们行动 燕归来便一把拽住了他们 轻轻摇了摇头 燕归来不敢开口说话 默默地带着两个女孩 沿着丛林 朝平民窟外的方向 一路穿行而去 一路走出了很远 燕归来压低声音道 怎么回事 那宝哥不是一直以来 都很照顾你们吗 怎么会带人来抓你们 无奈地看了 燕归来一眼 雅夫开口道 刚才 我们去探听 夜灵大贤者的消息时 在集市里看到了 我们三人的悬赏画像 所以 了然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原来是为了悬赏啊 那就难怪了 皱了皱眉头 燕归来继续道 可是不对啊 那宝哥要是真有歹心 不早就把你们 卖去那青楼了吗 对了 青楼是什么 做什么的 我 你 面对燕归来的询问 雅夫和雅兴修的 翘脸通红 虽然他们也不准确地知道 那青楼到底是做什么的 但隐约间 却也听说过 那青楼是男人取乐的地方 那里的女人 都是毫无尊严的 至于宝哥 为什么忽然不护着他们了 一来是财帛动人心 不过最主要的是 燕归来的出现 让他吃醋了 这次 就算三人被寻少抓走 雅夫和雅兴 其实也没有任何罪过 他们只是被害者而已 不会承担任何的罪名 但是燕归来就不行了 他杀了两个天灵武者 就必然给出交代 轻则坐牢 重则偿命 最重要的是 即便官府判他无罪 可是那两个武者的亲朋好友 却未必肯放过他 随时都有可能置他于死地 说白了 阿宝一直对付的 都不是雅夫和雅兴姐妹 而是燕归来 在阿宝想来 一旦燕归来被抓走 那么 不管是坐牢还是偿命 雅夫和雅兴 都只能选择回到他的身边 这样一来 他的目的便达到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官府下达了通缉令 一旦在他们的带领下 抓到了燕归来 可以领取大量的金钱奖励 正在雅夫雅兴姐妹 思考着如何回答的时候 身后的方向 猛地响起了惊呼声 发现他们的脚印了 你们看 这里的树枝是刚刚折断的 他们往那边去了 听到这道声音 燕归来不由地叹息一声 虽然他并不想 杀害无辜的人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他若不反抗的话 那么死的人 很可能就是他了 对于杀戮那两个年轻舞者 燕归来从不后悔 也不觉得自己杀错了 因此 想让他为那两个人渣偿命 是绝对没有可能的 摇了摇头 燕归来站定了脚步 看着两个女孩道 好了 你们两个继续往那个方向走 再走几百米 就到了平民窟外 一旦混入人群中 你们就安全了 不 不 剧烈地摇着脑袋 雅芙道 要走就大家一起走 你不走的话 我们也不走 姐姐的话声刚落 雅馨便努力地点头道 你救了我们两命了 我们怎么可能在这样的时候抛弃你 无奈地叹息一声 燕归来摇头道 你们俩走得太慢了 这样很快就会被追上 我速度快 把他们引开 然后再去和你们会合 面对燕归来的解释 雅芙点了点头道 那好吧 我们去石桥下的寒洞里等你 你若不来 我们就一直等 就算等到死 我们也绝不会离开 本章完 第1642章 大贤者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林木间 燕归来快速地穿行着 一路朝着密林的深处赶去 在他的身后 一小队一共12名寻哨 紧紧地追在他的身后 一路奔行间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 前方一片开阔 只见一个清澈的小湖泊 出现在了面前 站住 前方静止通行 就在燕归来 打算绕过湖泊 继续向丛林深处迈进时 一道黑影猛地 从密林中闪了出来 拦截在了燕归来的面前 而听着身后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 燕归来不由得万分交集 根本没时间去解释 闪身之间 便打算绕过去 可惜的是 以燕归来现在脆体径的实力 能闪过谁 绕过谁 如影随形一般 不管燕归来怎么移动 那一身黑衣的身影 总是会第一时间拦截在他的面前 让他无法向前挪动 哪怕一步 见到燕归来 竟然试图穿越自己的拦截 那黑衣蒙面人 顿时笑了起来 傲然看着燕归来 那黑衣人道 曲曲脆体精的小菜鸟 你若能突破我暗影武皇的拦截 那我跪地磕头 拜你为师 死 听到对方自报名号 燕归来不由的心里 暗暗叫苦 原本 他是有能力 秒杀身后的追兵的 不过 那些巡哨 不过是在尽中职守 能不杀 燕归来是不会杀的 可是没曾想 一路逃窜之间 竟然遇到了一个武皇级的高手 这一下可就难办了 要知道 即便祭出那奇特的 色泽灰黑的飞剑 燕归来 也只有一击之力 一剑之下 便会因为过度透支 而进入昏迷状态 虽然算好角度 一剑之下 未必不能秒杀那十二个阴阳境界的巡哨 可是 如果面对的是武皇的话 燕归来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一连几次突击 燕归来都没能突破暗影武皇的拦截 而就在这个时候 身后的十二个巡哨 已经穿越了密林 追到了身后 猛地见到燕归来身旁多了一个黑衣蒙面人 那十二个巡哨 顿时警惕了起来 纷纷抽出了背后的兵器 巡哨的小队长警戒的道 你是谁 你和这小子 是什么关系 面对巡哨 那暗影武皇却丝毫都不在意 冷冷一瞥之间 冷声道 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只要你们不继续前进 我也不想插手你们的事 对对对 听到暗影武皇的话 燕归来眼睛一转之间 急声道 没错没错 我和暗影大人 没有任何关系 只要你们不继续往前走 我束手就擒 立刻跟你们回去 听着楚行云 和那暗影武皇一唱一和 那巡哨顿时更加警觉了 猛地探手入怀 掏出了一枚金色的令牌 大声道 我是巨木城第36巡查小队的队长 现在我怀疑 你们正在从事步伐活动 请配合我们执法 嘿嘿 见到对方竟然拿出令牌来命令他 那暗影武皇顿时乐了 傲然挺立在那里 那暗影武皇也探手入怀 掏出了一面翠绿的木牌 高高地扬了起来 沉声道 我是大贤者夜灵坐下的暗影武皇 你们确定要我配合你们吗 大贤者夜灵 看着暗影武皇手中翠绿的木牌 感受着木牌上的灵气波动 所有的巡哨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开什么玩笑 大贤者夜灵 谁敢查啊 不是说 大贤者夜灵就多牛 多了不起 就不能查了 可是一百多年来 大贤者夜灵 那可是名副其实的万家生佛呀 他的恩责 便及整个人族 而且一百多年来 大贤者夜灵 从来都是公正联名 从不做那苟且之事 今天 他们若是敢依仗着手中的权柄 去强查夜灵 明天 他们便会受那万夫所指 根本就混不下去 甚至于 就连他们的上司 都不会原谅他们 绝对能把他们折腾得生不如死 大贤者夜灵 是不容置疑的 他所做的一切 容不得任何人去亵渎 如今 谁敢站在大街上 骂大贤者夜灵一句坏话 肯定会被暴怒的群众 做个生活不能自理 百年时间过去 整个人族 谁没有受过大贤者夜灵的恩惠 就算本身没有受过 但是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爷爷奶奶 却一定有人受过 对他不敬 就是对祖先不敬 而且 退一万步说 就算夜灵本身一无是处 也绝对无人敢惹 要知道 如今 大楚皇室的五大国师中 有四个人 是夜灵香焦莫逆的首帕之交 水流香坐镇北方 司马偏仙坐镇中央 北野飘陵坐镇西方 紫威武皇莫离 则坐镇南方 事实上 别说是他们这些小小的巡哨了 即便是人族五大国师也对夜灵毕恭毕敬的 光这样就完了吗 这才哪到哪呀 要知道 现在大楚皇室的皇帝 楚无情是大贤者夜灵的干儿子 大楚皇帝 楚无情的母亲南宫花颜 经常会随同夜灵一起 救济百姓 即便是南宫花颜 与夜灵一起出行时 都只能并肩而行 从不敢逾越半步 抛开这些不说 即便五大国师不认识夜灵 即便楚无情不是夜灵的干儿子 即便南宫花颜不理夜灵 夜灵也依然没人敢惹 要知道 夜灵可不仅仅是大贤者 更是拯救人族于灭亡边缘的人族七大将之一 金牛战将古蛮 烈火战将尤崽 碧水战将军无忧 废土战将花弄月 威月战将不凡 旭日战将白冰 豆木战将夜灵 没错 你没看错 夜灵的身份 可不仅仅是大贤者而已 更是拯救人类于灭亡边缘的 人族七大将之一 七大将之间 是非常团结 也是非常排外的 过去百年来 不是没人试图拆散他们 离间他们 可是从始至中 这人族七大将 都紧紧地抱成一团 风吹不摇 雷打不动 不是没有人试图对付他们 可是只要对付了其中一人 就等于是对付了七个 正是因为七大将足够团结 甚至团结到了护短的程度 所以他们才可以迅速崛起 站在了人类权力的最高巅峰 如今 团结已经刻入了七大将的骨髓里 每一个人都很清楚 一旦他们离心离德 便会被人分兼致 看着那翠绿的令牌 十二个巡哨很清楚 他们今天可以公事公办 但是那等于是在自绝于人族 根本就混不下去了 猛地挺着身体 那巡哨小队的队长速目的道 既然是夜灵圣驾在此 那我们就不多做打搅了 告辞 皱了皱眉头 暗影武皇道 这个小子 我是真不认识 你们该抓抓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听到暗影武皇的话 所有的巡哨 不由地转过头 朝燕归来看了过去 本章完 第1643章 夜灵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面对巡哨的注视 燕归来眼睛一转之间 嘿嘿笑道 没错 我根本就不认识暗影武皇 这件事 也和夜灵贤者无关 你们尽管抓我好了 听到燕归来的话 所有巡哨对视了一眼 如今 即便只是怀疑 他们也不敢冒险啊 万一这小子和夜灵贤者认识 那他们就彻底完蛋了 眼看着那些巡哨一脸的苦涩 燕归来笑着道 至于说 我为什么知道夜灵大人在这里 那真的纯属巧合 撞上了 听到这里 所有的巡哨不由的翻了翻白眼 这世界哪有这么多巧合 所有人都知道 夜灵贤者 三天后要在贫民窟 为青木学府招收学员 这小子肯定是夜灵贤者 派出的前行人员 先一步来贫民窟摸查的 不说别的 看这小子唇红齿白 细皮嫩肉的样子 像是贫民窟的人吗 一看就是大富之家的孩子好不好 听着燕归来 一通胡言乱语 那暗淫武皇一脸的阴沉 虽然表面上 燕归来一直在撇轻 可是事实上 他却一直在用语言去误导对方 让对方投鼠忌器之下 不敢抓他 皱了皱眉头 暗淫武皇开口道 都愣着做什么 都说了 他和夜灵大人没关系了 你们该抓抓 该盼盼 只要保持公平 公正 公开的原则 没有人会责怪你们 公平 公正 公开吗 听到暗淫武皇的话 燕归来眼中闪过一抹锐光 主动伸出双手道 好了好了 我说了 不认识就是不认识 我之所以要跑 怕的就是你们 不肯公平 公正 公开的审判 听到燕归来的话 巡哨队长不由苦笑一声道 案情我们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 你所杀的那两个家伙 确实是强行劫略那两个贫民窟的女孩 想把她们卖去青楼 耸了耸肩膀 燕归来道 既然如此 你们为什么还要追捕我 难道 这样的人渣 不该杀吗 苦笑一声 巡哨队长道 身为当事人 你是必须前往巡哨总队 去 好了好了 正在那巡哨队长开口解释的时候 湖泊旁的一棵古树后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了起来 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一道轻力如先的身影 偏然从古树后绕了出来 愕然看着那轻力如先的身影 燕归来只感觉面前之人 无比的熟悉 可是仔细思索间 脑海内却是一片空白 见到女子出现 十几个巡哨顿时肃然抱拳 其声道 见过夜灵贤者 点了点头 那轻力的女子 眉头紧锁的道 截略流浪女童 迈入青楼的事 屡次发声 我也有所耳闻 这一次 你们要以此为契机 彻查巨木城 彻底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 遵命 面对夜灵贤者的命令 那些巡哨 除了公生应命外 别无选择 说话间 夜灵贤者转头朝燕归来看了过去 刚准备开口说话时 却猛地瞪大了眼睛 张大了嘴巴 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郊躯色色的颤抖间 夜灵道 你 你是谁 你叫什么名字 你的父母是 面对夜灵的询问 燕归来道 我叫燕归来 我的父母吗 我也不知道 他们现在在哪 燕归来 喃喃地念叨着这个名字 夜灵的双眼 却一眨不眨地看着燕归来 像 真的太像了 看着眼前的燕归来 夜灵仿佛看到了心目中 最近最爱的那个人 楚行云 只不过 岁数上显然对不上 楚行云已经失踪了一百多年 而燕归来 却显然只有十二三岁的样子 说她是楚行云的孙子 都太小了 得是玄孙才行 而且 最重要的是 夜灵现在已经是武皇九仲天的高手了 近距离下 她可以确定 这燕归来的身体内流淌的 绝不是楚行云的血脉 不仅仅血脉不同 而且 连她的灵魂波动 也是完全不同的 失望的叹息一声 虽然 这燕归来长的 和楚行云非常相似 但是长相相似的人 其实是很多的 并不稀奇 水流香姐妹 丁香姐妹 这两对小姐妹 出生在两个世界 可是长相上 却一模一样 并肩站在一起 简直就像 是在照镜子 外在的一切 太容易改变了 唯一能证明身份的 是血脉 是灵魂波动 很显然 燕归来的血脉 以及灵魂波动 与楚行云 是没有丝毫关系的 可是即便如此 对于燕归来 叶灵还是做不到 视若无睹 无动于衷 爱屋即屋之下 叶灵对着燕归来 点了点头 随后微笑着转过身 对那巡哨队长道 这次的事件 燕归来见义勇为 有功无过 因此 不需要对他太多苛责 反而应该大大的奖励他 以鼓励更多的人站出来 面对叶灵的吩咐 巡哨队长恭敬的一抱拳 肃然道 请贤者放心 回到总队之后 我会将叶灵贤者的嘱托 如实转告总队长 点了点头 叶灵道 好了 你们退下吧 之后 我会让他前往巡哨总队结案 不过暂时 我和他有些话要说 面对叶灵的命令 那巡哨队长又能说什么 恭敬施礼后 带着属下快速离开 叶灵贤者作宝的人 还别说是他们小小的巨木城巡哨总部了 即便是大楚皇室也只能听之认之 不是叶灵有多霸道 而是他有着这样的威望和权力 更何况 叶灵所言所行 对得起天地良心 无愧于天下苍生 送走了巡哨后 叶灵双眼放光地看着燕归来道 来 我在那边准备了一点点心 要不要一起来品尝一下 皱了皱眉头 虽然本心上 燕归来很想留下来 和这叶灵贤者打好关系 顺便享受一下美味佳肴 但是另一边 雅芙和雅兴姐妹 可还在石桥下的寒洞里等她呢 看着燕归来迟疑的样子 叶灵贤者不由温雅地一笑道 你是在担心 你就出来的那两个女孩吗 不要紧的 我会派人去保护她们 既然叶灵贤者已经说到这里 再拒绝 显然就太不给人家面子了 无奈之下 燕归来痛快地点了点头 见到燕归来答应了下来 叶灵欣喜地点了点头 随后对暗影武皇道 好了 我这边暂时不用你保护 你现在去找到那两个女孩 就近保护她们 但不要打搅她们 明白吗 面对叶灵的命令 那暗影武皇不由的一阵迟疑 她的任务就是保护叶灵 一旦她离开 叶灵遭遇危险 该怎么办 面对暗影武皇的迟疑 叶灵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沉声道 怎么 你是担心 我没有自保能力吗 说话间 叶灵右手轻轻一抬 刹那间 三条青绿色的大蛇 从地面上窜了起来 蜿蜒扭动之中 盘成蛇阵 将叶灵和燕归来紧紧地护在中间 三颗猙獰的蛇头 对准了暗影武皇 奥然地助力在蛇阵中 叶灵道 有楚大哥给我的青藤仗在 即便帝尊青来 我也无所畏惧 你在担心什么 本章完 第1644章 荣恰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看了看蛇阵守护中的叶灵贤者 暗影武皇不由地暗骂自己糊涂 其实 之所以派他来保护叶灵贤者 并不是要保护叶灵的安全 而是由他来处理一些 叶灵不好 亲自处理的事情 真要有人来杀叶灵 凭借他武皇境界的实力 又哪来的资格 去保护叶灵贤者 作为人族七大将之一 叶灵可是在战场上 对阵甚至战胜过妖族帝尊的存在 有资格做他对手的人 绝对能秒杀暗影武皇 叶灵贤者 可不仅仅会救病治人 上到战场上 更是所向无敌的女战神 过去上百年来 在叶灵的不断纪念下 这青藤杖 早已经与叶灵贤者融为一体 其威力之大 简直不可思议 要知道 这三条青蛇绞杀之下 可是战胜过帝尊级的妖尊 虽然并没能将其杀死 但毫无疑问 叶灵绝对拥有着帝尊级的战力 对着叶灵抱了抱拳 暗影武皇仔细询问了 那两姐妹的位置后 身体瞬间化作一道暗影 消失在了丛林间 送走暗影武皇 叶灵微笑着道 来 请这边来 说话间 叶灵贤者转过身 带着燕归来 绕过了湖边的古树 放眼看去 古树与湖水之间 那青绿无比的草地上 铺着一方草席 草席上摆放着各种糕点和菜肴 远远的便可以闻到扑鼻的香气 优雅的一笑 叶灵道 这是尤仔那小子 亲手给我烹制的糕点和菜肴 你能吃到 也算是运气不错 尤仔 疑惑地看着叶灵贤者 燕归来道 你说的 是那个人族七大将中的烈火战神 摆了摆手 叶灵贤者道 什么烈火战神 那只是世人给予我们的爱称而已 尤仔就是尤仔 是我们的小弟弟 了然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烈火战神 还会烹饪菜肴吗 那我可要好好尝尝 说话间 燕归来也不客气 也不知道该怎么客气 直接一屁股坐在了草席上 一把抓起了一块糕点 塞进嘴里 赞叹地点了点头 燕归来对着叶灵贤者 比了个大拇指 赞叹地道 好吃好吃 真的太好吃了 又香又甜 而且还甜而不腻 开心地点了点头 叶灵贤者道 喜欢吃就多吃点 不需要管我 感激地看了叶灵一眼 燕归来咕噜一声 咽下了嘴里的糕点 好奇地道 对了 那尤仔为什么那么殷勤地 给你做这么多美食糕点 他是在追求你吗 没好气地 看了燕归来一眼 叶灵贤者道 胡说什么呢 尤仔只是我们的小弟弟 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是亲人 但却胜似亲人 他怎么可能追我 看着亲历如仙的叶灵 燕归来摇头道 那尤仔真的是眼瞎 这么漂亮的美女都不知道追 真的是猪头 听到燕归来的话 叶灵丝毫没有生气 反而笑盈盈的 换了是其他人说这样的话 叶灵肯定会勃然大怒 说什么呢 竟然敢如此诋毁烈火战将 以及窦目战将 活腻了吧 不过面对着燕归来 叶灵却一点气都生不出来 反而感觉很悠闲 很惬意 笑盈盈地看着燕归来 叶灵道 别胡说 尤仔是有老婆的 紫薇武皇莫离 还给他生了个儿子了 你不知道的吗 疑惑地看着叶灵 燕归来道 既然他都有老婆 甚至连孩子都有了 那为什么还要给你做这么多美食和糕点啊 苦笑着看着燕归来 叶灵贤者道 不是说了吗 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是亲人 但却胜似亲人 身为弟弟 他对姐姐好点 难道不可以吗 皱了皱眉头 燕归来道 没事献殷勤 非奸急道 我觉得 你还是小心他一点 这家伙可能心里憋着什么坏呢 我觉得那家伙 可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哈哈哈哈 听到燕归来的一顿揣测 叶灵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大笑了起来 尤仔那小子 能憋什么坏出来 虽然一百多年的时间过去了 但是尤仔还是那个尤仔 也许在其他人看起来 尤仔绑大腰圆 走起路来龙行虎步 气势非凡 可是事实上 私底下 他还是那个样子 根本就没什么变化 所谓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不仅仅是尤仔 七个兄弟姐妹 对外的时候 固然是雷厉风行 沙法果决 可是私底下 大家凑在一起的时候 和以前真的没有任何不同 楚大哥虽然离开一百多年了 但是 作为团队的精神支柱 作为整个团队的灵魂 在七个兄弟姐妹的心目中 他从未离开过 看着燕归来大口的 吃着美味佳肴 叶灵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非常的喜乐安详 不管他说了什么 他都不会生气 对于这种情况 叶灵自己也很费解 换了是其他人 敢当着她的面说 尤仔的坏话 挑拨离间 叶灵肯定是当场发作 直接感人了 哪还能如此和颜悦色 静静地看着燕归来狼吞虎咽 叶灵暗暗叹息一声 也许 也许是因为 她的长相 真的太像她了吧 咕噜 咽下了嘴里的糕点 燕归来道 你怎么光看我 你也吃啊 摇了摇头 叶灵贤者道 你吃吧 不用管我 我不饿的 看了看叶灵贤者 燕归来点了点头道 也是 境界到了武皇 吃不吃饭 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是吧 点了点头 叶灵贤者微笑着道 没错 所以 你尽管吃 多吃点 面对叶灵贤者的话 燕归来却并没有继续大吃特吃下去 而是黑黑一笑 快速卷起了草席 将所有的糕点和菜肴打包 喂 你 面对这一幕 叶灵贤者顿时愕然道 你 你怎么不吃了 干嘛包起来 黑黑一笑 燕归来道 既然你不吃 那我想打包回去 和雅芙姐姐 雅馨妹妹一起吃 说话间 燕归来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迟疑的道 怎么 你馋了吗 那我给你留点 别别 听到燕归来的话 叶灵贤者急忙摇手拒绝 开什么玩笑 合着说 活了一百多年 堂堂的豆木战将 还是个小馋猫是吗 既然叶灵贤者不需要了 那燕归来哪还会客气 手脚利索的 将所有的菜肴和糕点打包后 直接扛在了肩上 唐卓装满美食的包裹 燕归来道 你还有其他的事吗 没有的话 我可要走了 本章完 第1645章 废柴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别 别急着走 见到燕归来吃饱喝足 打完包就想跑 叶灵贤者不由的哭笑不得 摇了摇头 叶灵道 我感应道 你的属性为木戏 所以 你很可能 拥有着炼丹师的天赋 怎么样 要不要败在我的门下 做我的徒弟 做你的徒弟 愕然看着叶灵 面对这样的好事 按道理来说 燕归来应该欣喜若狂才是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燕归来的心底 却生起了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莫名其妙 但却非常强烈 难以遏止 看着燕归来呆若木鸡的样子 叶灵只以为她欢喜的傻掉了 毕竟 这世界上 又有谁 不想做她叶灵大贤者的弟子呢 轻轻地伸出白嫩的玉手 轻轻抵在了燕归来的胸膛上 叶灵道 哎 我帮你检测一下 看看你的天赋如何 说话间 叶灵贤者输出了一道木系能量 送入了燕归来的身体之内 仔细地探查了起来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 只稍一探测 叶灵贤者便骇然色变 一脸惊骇地看着燕归来 活了一百多年 叶灵可以说是见多识广了 可是类似燕归来这样的怪胎 他却前所未见 燕归来原本想要拒绝做叶灵贤者的徒弟 可是看着叶灵贤者 一副活见鬼的表情 不由地打住了话题 小心地看着叶灵贤者 燕归来道 怎么 有什么不对吗 怪异地看着燕归来 叶灵贤者摇头道 怪 真的太奇怪了 你身体内的木系能量好精纯 好凝聚 绝不像是十几岁孩子该有的 听到叶灵的话 燕归来道 这是好事啊 既然是好事 你干嘛这副表情啊 怜悯地看着燕归来 叶灵贤者摇头道 你的木系能量 虽然很精纯 很凝炼 但却均匀地分布在躯体之内 最重要的是 你没有灵海 什么 我没有灵海 听到叶灵的话 燕归来不由地惊叫了起来 惋惜地看着燕归来 叶灵道 没错 虽然很遗憾 但是你真的没有灵海 顿了顿 叶灵继续道 而且更严重的是 你的脑海中有石海 但却没有神石 天哪 目瞪口呆地看着燕灵 燕归来道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没有灵海 没有神府 呆若目击地愣了好半天 燕归来猛地皱起了眉头道 对了 灵海是什么 神府又是什么 做什么用的 我 你 面对着燕归 来着突如其来的疑问 燕灵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即便以他的涵养 都忍不住想要抱粗口了 既然不知道什么是灵海 也不知道什么是神府 那你惊叫什么 目瞪口呆个锤子 呆若目击个毛线啊 看着燕灵贤者怪异的表情 燕归来急忙白手解释道 不是 是这样的 我虽然不知道 这些是什么 是做什么用的 但是我下意识觉得 这似乎很严重 废话 没好气的 白了燕归来一眼 叶灵贤者道 当然严重啊 没有灵海 就没有办法修炼 没有神府 就无法修行 你说严重不严重 皱了皱眉头 燕归来沉思了好一会 俊俏的脸上 逐渐露出一丝笑意 生我者 玄冥之苍天 欲我者 茫茫之大地 我之游 苗苗宇宙 生之不知所知 世之不知所往 飘飘忽一缕幽魂 生亦何欢 死亦何惧 千年万年 不过白居过细 看着洒脱不羁的燕归来 听着他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语 叶灵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如此洒脱的男人 他还是第一次的见 即便是楚大哥和他比起来 似乎也欠缺了那么一分超然和洒脱 看着满脸赞叹的叶灵 燕归来道 能修行如何 不能修行又如何 人生注定是一场游生到死的旅行 只要开心就好 何必在意旅途的长短 说话间 燕归来重新将包裹扛在了肩上 洒脱地对着叶灵贤者摆手道 看来 我是做不成你的徒弟了 既然如此 那么我走了 看着燕归来渐行渐远 叶灵很想喊住他 把他留在身边 不过 叶灵自己也很清楚 对于燕归来 他只是爱屋即屋 并不是真的看中了这个人 因此 即便留下他 又如何呢 正如燕归来所说的那样 人生就是如此 注定从生到死 谁又能成为例外 虽然说 帝尊拥有着无尽的生命 可是躲不过天结 却一样 要生化结灰 长生不老的人也会死 就算老天不收他们 也会被人杀死 就算人不杀 魔也要杀 魔杀不了 妖会杀 总而言之 亿万载来 又何曾出现过 真正长生不死 永恒不灭的存在 既然早晚要死 那么早死或晚死 又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 人生注定 是一场旅行的话 那么该在意的 就不该是结果 而应该是沿途的风景 正如燕归来所说的那样 只要能开心快乐 又何必在意旅途的长短 叹息一声 夜灵脚下一踏之间 身形飘飞而起 凌空虚度之间 朝天边的方向飘飞而去 另一边 燕归来扛着大大的包裹 在丛林中一路穿行着 对于自己不能修炼的事实 要说不灰心失望 那绝对是假话 可是事实已经如此 它又能如何 如果说 痛哭流涕一番 便可以拥有灵海和神福的话 那么燕归来愿意大哭个三天三夜 腔调都不带重复的 可是哭有用吗 很显然 哭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不管如何 生活还是要过 开心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既然如此 那么燕归来选择开心的度过每一天 而且 没有灵海 没有神福 真的就无法修行吗 恐怕未见得吧 不说别的 那天早晨 它不就驾驭着飞剑 一剑之下 秒杀了两个天灵级的武者吗 虽然飞剑的消耗实在太大 一剑之下 它便会陷入昏睡中 但是那无与伦比的一剑之下 别说是天灵了 即便是阴阳高手 甚至是涅槃高手 恐怕也万难抵挡 虽然 在夜灵贤者看来 它是绝对无法修行的 但是在燕归来看来 却绝对不是如此 所谓天无绝人之路 燕归来相信 不是它无法修行 它只是 没有找到修行的道路而已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 就算一堆垃圾 都有它的用处 它一个大活人 怎么就一无是处了 这个世界上 本来是没有路的 走的人多了 就成了路 虽然以前 没有人能在没有灵海和神府的情况下 修行成功 不过这不代表 以后也没有人能在这种情况下修行 过去的只是历史 代表不了未来 燕归来深信 它一定可以找到修行的道路 在没有灵海 没有神府的状况下 修行成功 成为最顶级的高手 本章完 第1646章 解围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一路奔驰间 燕归来很快便进入了闹市区 分辨了一下方向后 朝着不远处的一座红尾石桥赶了过去 行不多久 前方的一群人 引起了燕归来的注意 仔细看去 沿街的店铺前 不知道为什么 为了一大圈人 一阵阵激烈的怒合声 远远的就可以听到 最让燕归来在意的是 在分杂的喧闹声中 有两道细弱的声音 分明正是雅福和雅兴的 皱了皱眉头 燕归来很费解 不是说 去石桥下的寒洞等他吗 怎么跑这里来了 疑惑间 燕归来扛着包裹 一路挤进了人群 出现在了人群的最前方 放眼看去 那是一个贩卖肉包子的店铺 店铺靠近街边的位置 摆着一张方桌 桌子上摆着一个灭条筐 筐里装着又白又香的肉包子 一阵阵肉香 让人口水直流 此时此刻 雅福和雅兴面红耳赤的站在那里 在他们的面前 一个身高和他们差不多 但是身材 却粗壮了两三倍的龌龊中年男人 正眯着眼睛 大声地赤合着 在所有人围观下 那龌龊的胖老板指着两个女孩道 刚才这两个丫头 就站在我的大筐前 一脸的馋样 没曾想 一转身的功夫 我就少了四个肉包子 你们看 他们手里 不还一人抓着一个咬过的包子吗 面对胖老板的话 雅福怒声道 你撒谎 我们刚才只是路过 是你叫我们过来 说是看我们可怜 送我们一个包子吃 吃笑一声 那龌龊的胖老板道 开什么玩笑 你去这条街上打听一下 我什么时候大放过 就算我亲老子来 买包子也要花钱 说话间 那龌龊的胖老板 嘿嘿一笑道 而且 我可是少了四个包子 我怀疑 你们把包子藏进怀里了 不然的话 小小的年纪 胸前怎么会那么古 听到龌龊胖老板的话 两姐妹是又羞又怒 却又不知道如何争辩 可是周围的观众 却非常的冷漠 一阵阵起哄声中 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 所有人猪威下 龌龊的胖老板猛的 瞪大了眼睛 怒声道 现在 我怀疑 你们把包子藏进了怀里 所以 立刻脱掉衣服 让我检查一下 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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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龌龊胖老板的话 周围的观众 仿佛打了鸡血一般 瞪大了双眼 异口同声的吼了起来 一声接着一声 气势惊人到了极点 此时 雅芙和雅兴气的浑身颤抖 事实上 在场的人 心里都明镜似的 这两个小女孩的怀里 怎么可能穿下包子 人家胸骨 那只说明发育好 不过时到现在 谁还关心这些 谁还在意真相 没什么比看热闹更重要的了 换了是普通的百姓 那龌龊的胖老板 即便真的丢了包子 也绝不敢如此胡作非为 可是谁让这两个女孩 一看就是平民哭出来的流浪儿童呢 不欺负白不欺负 欺负了也是白欺负 面对这样的一幕 燕归来简直气炸了肚皮 这么一群大男人 欺负两个女孩子 有意思吗 燕归来排众而出 怒声道 燕哥哥 听到燕归来的声音 两个女孩顿时跑了过来 一左一右 紧紧的 抱着燕归来的胳膊 胶躯色色的颤抖着 看着挺身而出的燕归来 那龌龊的胖老板 胡起脸来 看着唇红齿白 衣衫干净的燕归来 有点时宜不定 平民窟出来的流浪 都是面黄鸡兽 而且极度的自卑 极度的不自信 即便被呵斥 甚至是责打 也只会像一条夹着尾巴的狗一般 绝不敢反抗的 因此 欺负这些流浪 胖老板 根本没有任何的压力和担心 即便寻哨来了 也不会和他较真 毕竟 他可是交税的商户 对整个城市是有贡献的 不过 眼前这个唇红齿白的男孩 就不一样了 平民窟可出不了这样的人 不说别的 但是他那自信和傲然的神色 便绝不是平民窟的流乱所能有的 嗨嗨 轻轻咳嗽了两声 那龌龊的胖老板低声道 这两个丫头 偷了我的包子 难道还不允许我抓贼了吗 偷了你的包子 嘲弄的一笑 燕归来道 你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这两个包子是你的 面对燕归来的话 那胖老板愕然一愣 随即道 废话 这还用证明吗 这包子馅料 可是我们独家配方 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份出来 了然点了点头 燕归来继续道 那么 你怎么证明 这两个包子 不是你送给他们 而是他们偷的 嘿嘿嘿 见到燕归来 试图和他讲理 那龌龊的胖老板 不由阴沉地笑了起来 混迹市井这么多年 他最不怕的 就是讲理 双臂抱于胸前 那胖老板傲然道 你去打听一下 我什么时候白送过任何人包子吃 即便我亲爹亲娘 要吃我的包子 也要给钱 对 这个老扣 那可是出了名的铁公鸡 他老爹就是被活活饿死的 听着周围的议论声 燕归来 眉头皱得更深了 看着燕归来的样子 那胖老板得意的道 现在 我已经证明了 这包子就是我家的 而且 我也绝不是一个大方的人 不可能白送包子给谁吃 了然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好吧 那么接下来 你如何能证明 他们俩没有付钱 什么 你这 面对燕归来的话 那胖老板先是一愣 随即道 两个流浪而已 身上怎么可能有钱 嘲弄的一笑 燕归来道 那你如何能证明 他们是流浪 如何能证明 他们身上没有钱 你说来听听 我 这 你 原以为 燕归来提的问题 都是在自寻死路 可是随着燕归来的追问 那胖老板却发现 这家伙纯粹是挖了个坑 引着自己跳下来啊 事实便是如此 他根本无法证明 两个女孩没给钱 也无法证明 他们是流浪 更无法证明 他们身上没钱 虽然事实上 所有人都知道 这两个女孩就是流浪 就是没给钱 而且身上就是没钱 可是要说证据 这哪可能有什么证据 喧闹声中 围过来的人群越来越多 终于 这边的响动 惊动了寻哨 很快 一小队寻哨赶了过来 远远的 便怒喝道 都围着干嘛 散开 都给我散开 不要堵住街道 听到没有 很快 一个小队 一共十二名寻哨 排开人群 走到了人群中间 环顾一周 寻哨小队的队长 刚打算开口说话 眼角一抽之间 却猛地撇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这 这家伙怎么跑这来了 这个寻哨小队不是别的 正是刚才 追捕燕归来的那个寻哨小队 本章完 第1647章 讹诈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刚才 虽然他们先走了一步 但是闲来无事 因此倒也没有急感 边走边聊之下 反而落在了燕归来的后面 一路之上 其实这十二个寻哨 一直在聊燕归来 聊他的身份 以及和夜灵贤者的关系 三天之后 夜灵贤者将去贫民窟 替青木学府选拔学员 而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燕归来竟然诡异地 出现在破庙里 而且如此大胆地 直接杀死了两个天灵舞者 要说他没有任何的背景 谁信 要知道 若无正当理由 杀人可是要偿命的 最重要的是 当他们抓捕燕归来的时候 这家伙怎么就那么巧 直接就跑到夜灵那里去了 虽然暗影帝尊 以及夜灵 一直都在撇清 可是作为大人物 形势一向如此 从来不会留下把柄 尽管表面上 让他们公平公正 公开的前提下 秉公执法 可是最后 还不是把那燕归来留了下来 最重要的是 那夜灵还笑咪咪 无比温和地邀请燕归来品尝点心 当时 这十二个巡哨 看得可是清楚无比 夜灵贤者看着燕归来的眼神 绝对比看亲儿子还轻 还欢喜 这是不认识吗 这话说出去 怕是鬼都不信 尤其是此时此刻 看着燕归来手里 拎着的大大的包裹 虽然只是普通的草席 可是草席的角落处 可适应着夜灵贤者的印记 抽了抽嘴角 寻哨小队的队长 不由地叹息一声 这就是不认识吗 一个不认识的人 就能随便品尝夜灵贤者的糕点 而且吃完还带打包的 此时此刻 在寻哨小队长的眼里 这燕归来 要么就是夜灵贤者的私生子 要么就是大楚皇室 外出游历的皇子皇孙 再无其他解释了 寻哨看到燕归来的同时 燕归来和两个小姐妹 自然也看到了那十二个寻哨 只一瞬间 小姐妹的翘脸便变得煞白无比 小身躯抖得都快散架了 轻轻拍了拍雅芙和雅馨的肩膀 燕归来低声道 不用担心 事情已经了结了 他们不会为难我的 说话间 燕归来排众而出 对着寻哨队长抱拳道 诸位寻哨大人 你们来得正好 这里有人讹诈 讹诈 听到燕归来的话 那胖老板顿时瞪大了眼珠子 开什么玩笑 不就俩包子吗 至于扣这么大的帽子和罪名吗 在寻哨面前 那胖老板可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陪着笑脸道 不是 就是俩包子的事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闹着玩呢 闹着玩 冷冷地瞪了那胖老板一眼 燕归来道 我可并不觉得 你是在闹着玩 环顾一周 那寻哨队长道 你们两个都给我住口 具体的情况 我自会调查 现在你们俩都必须保持沉默 说话间 那寻哨队长一挥手 十几个寻哨 迅速分散入人群中 详细询问了起来 很快 所有的信息整理了出来 回报到了寻哨小队长那里 冷冷地看了看那胖老板 寻哨队长转头对燕归来道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看 这件事就算了吧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愕然看着那寻哨队长 要知道 他要是再晚来一会 那胖老板还不知道 能做出什么事来呢 一旦真的逼着两个丫头 脱衣检查 那他们羞愧之下 不得一头撞死在这里 不过 虽然燕归来 内心无比的愤怒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想 这老板虽然所作所为非常恶劣 但是其实却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因此 不是寻哨不惩戒他们 而是按照巨木城的律法 根本就没办法惩戒 难道说 只是口头上占了点便宜 就要降罪吗 如果说 燕归来晚来一会 那胖老板真的逼得两个女孩撞死在这里 那么他 自然难逃律法的制裁 可问题是 一切不是没发生吗 嘿嘿 正义愤填膺之际 那胖老板转过头来 得意地对着燕归来挑了挑眉头道 算了算了 算我倒霉 全当那两个包子喂了狗 呀 听到胖老板的话 燕归来顿时气炸了肺 这是得了便宜 还卖乖是吧 长吸了口气 既然对方找死 那燕归来成全他们 转过头 燕归来对着寻哨队长道 这件事 恐怕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小 如果你们无法做主的话 你去把你们总队长请来 什么 把总队长请来 这小子 简直是癞蛤蟆打哈欠 好大的口气啊 听到燕归来的话 周围的人群不由的一阵议论纷纷 所有人都觉得燕归来这是疯了 可是那寻哨队长 却并不感觉可笑 也不觉得请总队长来 算得上是疯狂的事 苦笑着看着燕归来 寻哨队长道 就是俩包子的事 其实 没必要心事动众的 要不然 我让他给你们赔礼道歉吧 摇了摇头 燕归来道 刚才 你们抓捕我的时候 我打发这两个丫头 来石桥等我 说话间 燕归来联系的拍了拍两个女孩的肩膀 动情的道 确实 他们是贫民窟的孩子 相信这里很多人 都曾经见过他们 点了点头 寻哨队长道 确实 最起码我就认识他们 过去三五年来 他和他们的伙伴 就住在那破庙里 所以我才说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 看了那寻哨队长一眼 燕归来道 我知道 你们一定以为 他们是贫民窟的孩子 所以注定没钱 所以偷个包子 也纯属正常 不过 说话间 燕归来转过头 对着雅芙和雅兴道 把你们的玉佩掏出来 给大家看看 听到燕归来的话 雅芙和雅兴先是一愣 不过随即便面红耳赤了起来 那天夜里 两个女孩发烧的时候 燕归来可是脱掉了他们的衣衫 发现了他们贴身佩戴的两块玉佩 这两块玉佩 是雅家的传家之宝 即便再穷困潦倒 他们也不会把他们卖掉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两个女孩将手探入衣领 拽着两根红绳 将两个翠绿玉堤的 芭蕉扇形状的玉佩 拿了出来 看着那两个精致无比 翠绿玉堤的芭蕉扇形状的玉佩 寻哨小队长顿时瞪大了眼睛 这样的宝贝 那真的是皇室才可能拥有的 普通人即便再有钱也买不到啊 指了指那两个芭蕉扇玉佩 燕归来道 这两个芭蕉扇就是我们刚才分别时 我送给他们的 让他们拿去卖了 买点好吃的 好穿的 听到燕归来的话 那寻哨队长顿时眼前一黑 这两个玉佩绝对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你卖了就是为了买俩包子 买几件衣服吗 摆了摆手 燕归来继续道 别误会 这两个玉佩当然不能卖了 也没人买得起 事实上 我还给了他们另外一件宝贝 本章完 第1648章 另一件宝贝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另外一件宝贝 听到燕归来的话 群众虽然还是将信将疑的 但是 那十二个寻哨 尤其是寻哨队长 却已经深信不疑了 从那两个芭蕉善玉佩上 他们确定了燕归来的身份 虽然还不太具体 但肯定是皇子皇孙 绝对跑不了的 那样的两件宝贝 能随手送给两个刚认识的 平民窟的女孩 真的真的 只有大楚皇室出来的子孙 才能做得出来 现在 既然事实已经证明 他确实送过宝贝 那么再送一件卖钱 有什么好稀罕的 冷冷的看了看那包子铺的老板 寻哨队长道 还送了一件宝贝吗 是什么宝贝 面对寻哨队长的询问 燕归来不由的暗暗叫苦 这包子店 不过一个临街的小店而已 面积非常小 哪可能有什么宝贝啊 双目快速的群寻中 燕归来眼睛不由的一亮 指着包子铺内 神龛前的一个古铜色的香炉道 错不了 就是那个香炉 听到燕归来的话 那胖老板都气乐了 哈哈笑着道 小子 这香炉 我摆在这里 可有几十年了 这条街上的人都可以作证 你确定这是你的 面对胖老板的话 周围的人群纷纷点头附和 确实 那个神龛和香炉 大家都太熟悉了 从这个包子铺开业的那一天起 就摆在那里了 喧闹声中 燕归来却面不改色 心不跳 冷声道 你们确定 那个香炉 就是你们以前看到的那个吗 这 听到燕归来的话 所有人都定睛 朝那香炉看了过去 作为包子铺 最是需要讲究卫生 因此 即便供奉的香炉 也是要天天擦拭清扫的 再加上包子铺老板 又是包肉包子的 手上满是油腻 多年擦拭之下 那古铜色的香炉 竟然隐隐地散发着一层温润的光泽 不仔细看还不怎么起眼 可是越仔细看 就越觉得不简单 啊一层光泽 看起来真的像是宝光 见到大家不出声了 燕归来再次开口道 你们确定 这个香炉 就是你们以前天天看见的那根香炉吗 这 面对燕归来的询问 所有人越发的迟疑了 虽然形状上差不多 可是以前那个香炉 似乎没这么润泽 形状也没这么优雅 绕过柜台 燕归来走进了包子铺内 轻轻从神龛前 拿起了那个香炉 运转体内的木系能量 输送入香炉之中 在木系能量的催动下 香炉内的香灰 若有若无的一颤 随后便恢复了平静 栽赃陷害吗 没错 既然那胖老板得了便宜 还想卖乖 那燕归来 怎么可能惯着他 之前 他不是诬陷雅夫和雅馨 偷了他的包子 而且还藏在怀里 想要脱掉两个女孩子的衣服 检查一下吗 很好 既然他敢做初一 燕归来就敢做十五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比之道 还尸比身 这就叫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震散了香灰后 燕归来正打算 撤出木系能量的时候 却猛地皱了皱眉头 这香炉的内壁上 似乎有很多振服和稻纹 这香炉 不简单啊 眼睛一亮之间 燕归来将那香炉 放在了包子铺的木案上 对着巡哨队长道 你来检查一下 这所谓的香炉 是否是真正的香炉 看了看那胖老板 又看了看燕归来 巡哨队长点了点头 走到了木案前 轻轻端起了那个香炉 仔细地看了起来 可惜的是 看了好半天 他也没有发现任何不对的地方 茫然地抬起头 巡哨队长看着燕归来道 这 似乎确实是香炉 没什么不对吧 哭丧着脸 胖老板道 这个香炉 我都摆在这里几十年了 大家都能帮我证明 他这是诬陷 就是想诬陷我 一时间 所有人都朝燕归来看了过去 确实 虽然这香炉仔细看起来 确实有点不一样 可是事实上 虽然没人能证明 这香炉就是原来那个 但也同样没有人可以证明 这香炉不是原来那个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燕归来道 我也懒得解释 谁去隔壁店铺 把他们的香炉搬过来 对比一下 就什么都清楚了 听到燕归来的话 那巡哨队长转过头打了个眼色 很快 便有巡哨赶去周围的店铺 爆来了两个香炉 将三个香炉并排摆在一起 所有人仔细看去 还真别说 一对比之下 这肉包老板的香炉 是最特别的 那香炉表面包着一层保光 一看就和其他的香炉不一样 面对于此 那胖老板道 大家都知道 我是包肉包子的 所以手上常年都是油 多年擦拭下 自然就比较亮 面对胖老板的解释 所有人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确实 这个解释能说得通 就连燕归来 也无法反驳 燕归来继续平静道 很好 怪不得你敢如此为非作歹 感情 你的口才很厉害吗 白的能被你说成黑的 得意地横了燕归来一眼 那胖老板道 事实胜于雄辩 我问心无愧 自然便才无碍 点了点头 燕归来转过头 对着巡哨队长道 现在 把这三个香炉内的香灰 都倒出来 倒香灰 偶然看了看燕归来 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既然他这么说 就一定是有理由的 且不急着去问 先倒倒看再说 思索间 巡哨队长一摆手 三个巡哨走上前来 分别拿起一个香炉 将香炉的口倒过来 双臂抖动间 将香灰倒了出来 很快 三个香炉内的香灰 便被倒了出来 堆积在木岸之上 随后 三个巡哨退了开来 回到了队伍里 看着巡哨队长 燕归来道 现在 请队长自己看看吧 我相信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疑惑地看了看燕归来 那巡哨队长好奇地走了过去 探头朝那三个香炉看了过去 只微微一扫之间 那巡哨队长便皱起了眉头 愤怒地抬起头 朝那胖老板看了过去 面对那巡哨队长愤怒地注视 那胖老板顿时慌了 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却知道 一定有什么不利于自己的证据 出现了 看着胖老板那紧张的样子 燕归来冷冷一笑 随后走到了那三个香炉前 轻轻将三个香炉放倒 将香炉的敞口 朝向了所有的围观群众 下一刻 现场响起了一片惊呼声 好奇之下 那胖老板也走前几步 朝三个香炉看了过去 本章完 第1649章 以牙还牙 小说 林建尊 作者 云天空 入目所见 三个香炉中 两个从其他店铺搬来的香炉 内部一团污糟 香炉的底部 留下了大量硬结的香灰 不用铲子去铲的话 根本就扣不下来 而饭馆胖老板家的那个香炉 整个香炉壁上却光滑整洁 一丝香灰都没有沾上 看着光洁如新的香炉内壁 胖老板的汗水 瞬间就下来了 看着胖老板汗流加倍的样子 燕归来不由的冷冷一笑 香灰就是香燃烧后留下的灰烬 而香本身是由草木制造而成的 刚才 在燕归来的木系能量的震荡下 香炉内的香灰瞬间被震散 彻底的和金属制成的香炉壁分离了开来 因此 胖老板家的香炉的内壁 是不会附着香灰的 冷冷一笑之间 燕归来道 各位家里 供奉神看的人 相信也不少 我相信 大家都清理过香炉 现在大家回想一下 一个用了几十年的香炉的内壁 该是这样的吗 断然摇了摇头 就算家里没有供奉神看 没有香炉的人也知道 常年累月之下 那香灰肯定会凝结在香炉的内壁上 怎么可能如此光洁 惊慌之下 那胖老板急声道 不是 昨天晚上 我闲来无事 把这香炉给洗了洗 所以不沾香灰 也很正常吧 昨天晚上 听到胖老板的话 人群中 顿时传来了疑问声 听到这道疑问声 那寻哨队长敏锐地转过头 指着一个人道 你 出来 你刚才为什么会发出疑问声 面对寻哨队长的询问 一个干瘪瘦小的中年人站了出来 拘谨地道 这个 昨天晚上 这家伙去怡红楼了 根本不在家 听到这句话 那胖老板急声道 我记错了 应该是前天晚上 就是前天晚上 无奈地摇了摇头 燕归来道 你先别急着解释 现在 请队长大人仔细看一看 这真的是香炉吗 说话间 燕归来捧起了香炉 指着香炉内壁上 那虽然不太明显 但仔细看 却一目了然的阵符和道文 展示给寻哨队长看 嗯 这 看着香炉内壁上 那密密麻麻的阵符线路 以及一枚枚悬窝状的道文 寻哨队长刚开始还没认出来 不过在燕归来的指点下 看了好一会 却终于 看出了一丝端倪 如果不是凑到眼前仔细看 那密密麻麻的阵符线路 真的就好像是自然的金属纹理 可是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 那纹理绝非自然摩擦形成的 而是有来龙有去脉 按照一定的规则和顺序排列和分布的 我来看一看吧 就在寻哨队长犹豫不定 无法确认的时候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了起来 人群分处 一个胡须和眉头进阶花白的老者 脉步走了过来 看到这苍老的身影 那寻哨队长顿时肃然起敬 恭敬地弯下腰 仰慕得到 原来是柴大师来了 您请 嗯 点了点头 那柴大师也没有客气 走到了那个香炉旁 轻轻将香炉拿了起来 仔细地端向了起来 只看了几眼 那柴大师便猛地瞪大了眼睛 一脸的不可置信 不敢怠慢 柴大师只觉掐动之间 一脸将几道能量 打入了那香炉之中 下一刻 一道青绿色的火焰 在那香炉中生腾而起 微笑着看着那个香炉 柴大师道 这哪是什么香炉啊 真的是胡闹 这分明是一个王七级的丹炉吗 啪 听到柴大师的话 燕归来顿时亮起了眼睛 要说 他虽然打算以笔之道 还施笔身 也确定这香炉不是凡品 但是真的说起来 他其实也不知道这香炉是什么 更不知道其位列极品 耸了耸肩膀 燕归来道 没错 这就是一尊丹炉 是我送给这两个丫头 拿去卖钱 以为是生计的 面对燕归来的话 那胖老板又气有急 怒声道 胡说 你这是栽赃陷害 这香炉是我的 是我的 瞥了那胖老板一眼 柴大师道 这不是香炉 虽然形状上很相似 但是这却是一尊王七级的丹炉 说话间 柴大师转过头 看着燕归来道 这位小友 既然你要卖这尊香炉 不知道 可不可以卖给老朽 疑惑地看了看那个虚发皆白的老者 燕归来道 这只是一个低等丹炉 您老要来何用 面对楚行云的询问 那柴大师摇头道 自从东部株洲陷落之后 不但炼丹传承断绝 而且各种珍贵的高级丹炉 也都失落了 叹息一声 柴大师继续道 如今 我的很多学生 都只能是十几个人 共用一个丹炉 难啊 听到柴大师的话 燕归来这才知道 原来 这个老者 竟然是青木学府的导师 思索间 燕归来道 没问题 既然您需要 那就卖您好了 反正也不是我的 价钱你看着给就好 燕归来的话声刚落 那胖老板 顿时亮起了眼睛 指着燕归来道 大家听到了吗 大家听到了吗 他刚才说 反正香炉也不是他的 尴尬的闭上了嘴巴 确实 刚才燕归来一个不小心 说漏嘴了 不过很快 燕归来便哈哈笑着道 你还挣扎什么呢 这香炉虽然原本是我的 可是已经被我送给雅夫和雅馨了 当然就不是我的了 有什么问题 点了点头 柴大师赞叹的道 确实 东西既然送了出去 那就是别人的了 小有高风亮节 老朽佩服 说话间 柴大师探手入怀 取出了一张金票 微笑着道 这里是黄金万两 应该符合这个单炉的市场价格 你看 随手接过金票 燕归来随手塞进了雅夫的手中 微笑着对柴大师道 我说了 价格您看着给 就算您 只给一千 我也绝无二话 畅快地拍了拍燕归来的肩膀 柴大师道 那就多谢小有了 摆了摆手 燕归来转头朝寻哨队长看去 开口道 好了 现在还有什么疑问吗 或者说 你真的相信 他昨天晚上清洗过香炉吗 断然摇了摇头 寻哨队长道 时到如今 已经没有疑问了 就算他昨天晚上清洗过香炉 你又怎么可能知道 而且 事实证明 他昨天晚上根本不在家 听到寻哨队长的话 那胖老板顿时惊慌了起来 一旦确定罪名 那么这桩涉及到上万两黄金的案件 可非同小可 就算不把牢底坐穿 怕也要坐个几十年大牢 惊慌间 胖老板急声道 不 不 我承认那两个包子 却是我送给他们吃的 我只是想逗逗他们而已 本章完 第1650章 胸怀坦荡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冷冷地看着胖老板 寻哨队长严肃地道 对不起 由于你曾经试图用谎言欺骗寻哨 所以你的一切证词 将终生不被采信 说话间 寻哨队长朝楚行云看去 继续道 而这位先生 不但准确地知道香炉里的香灰必然不会粘连 而且还准确地知道 这不是香炉 因此 他的证据更可信 听到寻哨队长的话 那胖老板哆嗦着一脸的肥肉 大声道 不行 你们不能这么诬陷我 我不服 那一万两黄金 应该是我的 嘲弄的一笑 燕归来道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你怎么样对别人 别人就会怎么样对你 所以 认栽吧 这是你应得的惩罚 听到燕归来的话 那胖老板顿时瞪大了眼睛 指着燕归来 对着寻哨队长道 你听到了吗 他这就是在四季报复我 我承认我刚才确实诬陷了那两个女孩 但是现在 他也是在诬陷我 皱了皱眉头 那寻哨队长看着燕归来道 怎么回事 你刚才的话 面对寻哨队长的质疑 燕归来无辜的摊了摊手道 我说的话有问题吗 这畜生不如的家伙 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老父亲 饿死而不肯赡养 难道不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吗 长吸了口气 寻哨队长苦笑着道 确实 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 这个结果眼上 你能不能少说一些 容易让人误会的话 耸了耸肩膀 燕归来道 我胸怀坦荡 有什么不可说的 只有心里有鬼的人 才会畏畏缩缩 谨小慎微 嗯嗯嗯 听到燕归来的话 那须发皆白的柴大师 赞同地点了点头道 没错 小有这句话 说到了跟上 所谓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七七 既然行得正 做得端 什么话不可说的 说话间 柴大师尝那胖老板 看了过去 冷声道 至于这个令人厌恶的家伙 竟然活活饿死自己的老父亲 真正是不为人子 柴大师的一席话 顿时引得周围的人议论纷纷 就是就是 这家伙饿死了自己的老父亲 不仅仅不以为耻 反而以此为荣 得空便在那里炫耀 真的是不为人子 转过头 柴大师对着燕归来道 小友 说实在的 刚才买你的丹炉 我是占了点便宜的 如此 我请你喝两杯 你看可好 面对柴大师的邀请 燕归来哈哈一笑道 喝两杯没问题 不过 我来请您吧 走 说话间 燕归来和柴大师 这一老一少 不再理会那胖老板 带着雅夫和雅兴 转身走出了人群 目送一行人远去 寻哨队长不由地叹息了一声 如今 他已经明白燕归来那几句奇异丛生的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其实 燕归来就是借机告诉他 别管这案件是真是假 这样的恶人 都应该受到制裁 一个活活饿死自己老父亲的人渣 留在这个世界上 也只是祸害 以前是没有理由去治他 毕竟 寻哨是要遵守律法的 是要按照律法的规则行事的 现在既然有了理由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你别管是不是诬陷 反正一切的人证物证 都已经齐备了 你办还是不办 所谓言者有心 听者有意 这一席话 燕归来其实承认了 自己就是在诬陷他 可是这一切的一切 是谁引起的呢 没错 如果 若不是这胖老板 诬陷雅芙和雅馨姐妹偷窃 而且还要当众包去他们的衣服 去检查 燕归来又如何会对他出手 如果两个女孩子被当众包掉衣服 那是多大的耻辱 这让他们还如何继续活下去 虽然在律法上 这并不是什么重罪 毕竟是小偷嘛 羞辱一番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事实上 这样的事情 却足以彻底的毁掉这两个女孩 毁了他们的一生 所谓律法不外乎人情 虽然明知道 这个案件 很可能是燕归来在诬陷胖老板 毕竟 这里面的疑点 实在太多了 不过 正如燕归来所要表达的那样 你别管是不是诬陷 总之 这样的人渣 该不该治 要不要治 只稍一沉吟 那巡哨队长便猛地咬紧了牙关 大声道 还愣着做什么 把他给我拿下 押回总部 等候发落 随着巡哨队长的一声令下 两个巡哨大步迈了出来 一把扭住胖老板的双臂 不 我不服 你们不能这么对我 我是冤枉的 面对于此 那胖老板杀猪般地叫了起来 可惜的是 那巡哨队长 已经下定了决心 无论如何 今天就是要办了他 而且 巡哨队长也知道 燕归来的意图 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 他就是要治一治这样的人 如果巡哨队长不肯的话 那继续查下去好了 反正燕归来这边 没有任何把柄可抓 这个案件 已经被燕归来做成了铁案 人证物证俱全 无论怎么查 只要燕归来不松口 那么任何人都翻不了案 一路走去 那柴大师上下打量着燕归来 双眼微微地眯着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行不多远 燕归来在一处米航前停了下来 从雅夫手中 取过那张金票 递给了米航的老板道 把这些钱 全部兑换成粮食 送去贫民窟 每家每户 都发放一些 接过那张金票 米航老板开始还没太在意 不过 当他看清楚 那张金票上的数额时 顿时惊讶地瞪大了双眼 自一百年前起 人族的货币便逐渐从零食 转换为黄金和白银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 零食是人族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要用来制作魔灵火箭 不适合继续用来做货币了 因此 食到现在 零食已经不是流通货币了 苦笑着看着燕归来 米航老板道 万两黄金 这真的太多了 我们一时之间 也凑不出这么多粟米 而且 我们也没有足够的人手 去分发 摆了摆手 燕归来道 这不要紧 钱先放在这里 我会安排平民来领取 到时候你做好账 未来一个月内 你只要发放一万金币的粟米 就可以了 面对这样的好事 那米航老板 当然不可能拒绝了 痛快地点头答应了下来 满意地点了点头 燕归来和柴大师 以及雅芙和雅兴 继续前行 一路抵达了石桥下 走进了一个凉亭里 轻轻将包裹 放在凉亭中间的石桌上 燕归来所谓的请客 其实就是请柴大师 一起品尝烈火战神尤仔 亲手烹制的美味佳肴 深深地看着燕归来 那柴大师迟疑了好半天 这才开口道 为什么 你为什么 要把那些钱 面对柴大师的询问 燕归来哈哈一笑道 我也不瞒你 事实上 那香炉 就是那个胖老板的 他没有撒谎 我确实是在诬陷他 听到燕归来的话 那柴大师 一点意外的表情都没有 笑呵呵地道 其实 那家的包子确实很香 我经常去吃 那个香炉 我以前见过 我也知道 你是在诬陷他 不过这和你将那些钱 听到柴大师的话 燕归来道 路不凭有人铲 是不凭有人管 既然他诬陷我的朋友 还要当众包他们的衣服 彻底毁了他们 那我便只好以其人之道 还施其人之身 怎么 不可以吗 无奈地摇了摇头 柴大师道 你说的这些我也知道 不然我又怎么可能站出来配合你 我问的是 你为什么不留下那些钱自己用 面对柴大师的询问 燕归来不由地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看着柴大师道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不义之才 于人无义 为君子所不耻 我就算饿死 也绝不会花那些钱 听到燕归来的一席话 柴大师不由地肃然起敬 雅芙和雅馨 看向燕归来的目光 也是一彩连连 脸上尽是崇敬之色 本章完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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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